我現在講到用詩篇十六篇第八節、九節來講道 我們這段時間都會有很多訓練講道 首先我有一個神屬性講道法 為什麼神屬性講道法呢?為什麼要講到神的屬性呢? 這就是吸引人給神的愛吸引,神的恩典、神的本性 吸引我們去遵從神,去行神的路,信靠神的恩典 神屬性和恩典是兩樣的,神屬性和恩典來推動 因為很多時候人會說,你要起落 譬如我們這次處理的講道就是處理情緒 有些人就會說,你要起落 這只是一個吩咐 譬如有一個人很憂傷 你說你要起落 根本這個人笑不出的 他沒有起落 但是我們讓他看到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和屬性和起落有什麼關係呢? 神是一個喜樂的神,因為在馬太二五章講道 可以盡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即是在神的同在是快樂的 是開心的,所以神的家是開心的 以及在當一個罪人悔改的時候,天上也為他歡喜 所以這些都是說到神是一個開心的神 整個天堂都是一個開心的地方 所有的天使,所有的聖徒在天上都是很開心的 這是神屬性 神屬性是會吸引人去遵從神,而沒有壓力 神這麼愛我們,神又這麼開心 我們做什麼聽話,神就開心了 這個會令我們更加開心的 這就是一個神屬性的講道法的目的 而那個大綱,通常來說我不是一定要包括所有 每一點的,但是我現在是講出很多時候 我有的角點,那些不同的點是什麼呢? 就是第一,譬如我的主題 這次是講到在主題裡面起落 或者是處理情緒,譬如處理內心的情緒 首先我會講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我不是一定放在真的開始的 有時候看情況的 有時候我會用人的反面例子作為開始 人的反面例子是什麼呢? 就是有很多人是沒有處理生命的 我相信大家都認識很多人 他們是沒有處理生命的 他們是,就是情緒影響他們很重要 有什麼事發生 第一反應就是不開心 那這個就是一個人的反面反應 那這個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目的是被人看到 雖然我們大家都知道 我們應該在主題裡起落 但是有很多人呢 是沒有在主題裡面起落的 他們呢 是,很多時候就會 很多煩惱啊 很多不開心啊 就是被人知道 這個是一個實際的問題 就是一個實際問題 就是人有很多方面這方面的問題 那被人有醒覺 知覺我們需要處理生命 好了,那接著就是 第二點就是講到神的屬性 或者是本性 以及祂的恩典 那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就是祂是很開心的 祂是喜樂的神 天上是開心的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所以天堂是開心的 那第二就是 祂又叫我們開心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我們將來去到天堂呢 就可以 進去享受主人的快樂 還有今天呢 我們都可以靠主喜樂的 那神可以將喜樂賜給我們的 靠主喜樂呢 其實原文呢 就是Rejoice in the Lord 就是在主裡面喜樂 就是靠親近主喜樂 就不是靠主喜樂 其實是親近神就會喜樂的 那這個就是神的屬性 而第三點就是講出呢 為什麼有這麼多人 他不能夠活出喜樂 那為什麼要說這件事呢? 就是讓人知道 就是說 為什麼人會不開心 為什麼人會有情緒的問題 原因呢? 然後呢? 下一點就是說到 不跟從神的後果 就是如果不開心的後果 就是如果不靠主喜樂 不處理生命的後果是什麼? 然後呢? 就是如何? 如何? 如何可以處理生命 如何可以喜樂 最後呢? 有挑戰 你聽上來有很多點 但是其實呢 通常來說 我只是將那些點放在裡面 不代表我會 時時把這些點 好像整篇道 有六七點 不是這樣的 我會將那些點 其實有時候 是融化在內容裡面的 好 那我呢 現在呢 就是 首先我對於這個大綱 大家有沒有問題 我再說一次 大綱 第一就是人的反面 和正面例子 比如說到這個喜樂 靠主喜樂 有些人真的沒有什麼喜樂 是一個事實 基督徒都很煩惱的 另外呢 就是 正面例子 未必一起放在這裡 有時候放在中間的 就是 有些人真的很喜樂 真的從心抵住喜樂 不是喜樂給別人看 是真的喜樂的 然後呢 神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神本身 屬性就是祂本質 祂本質是開心的 那祂的恩典是什麼呢 祂會幫人開心 祂會賜力量給我們 令愛開心 祂會呢 祂會 處理我們生命的問題 幫助我們處理生命的問題 治好我們的傷心 幫助我們放下我們的煩惱 然後呢 就是 為什麼那些人 為什麼那些人 很多人都不處理生命了 因為他們 就是 原因他們 沒有這個學習 沒有學到這件事情 沒有體重神 所以 還有註問在世界 我們知道這些問題 待會我們在如何都可以回應 然後呢 下一點就是 後果 如果他們不聽從神的後果 這個是警告 是律法 就是說如果人不喜樂的時候 他就會經常都很煩惱 就是他經常都會 在活在煩惱之中 活在 沒有力量 在 時常都沒有方向 那 就是 為什麼會這樣 好了 如何 如何呢 就是怎樣的方法 可以得到喜樂 那我通常來說呢 是會處理的 就是說 如何處理我們那些 煩惱的習慣 先 怎樣處理我們那些 負面的看法 或者經常注目在人的問題 注目在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怎樣去刻意得到喜樂 就是這個大綱 那方法呢 就是我自己現在會示範這個廣道 也都可以 因為其實 我們是 就是訓練你們去 去用這個廣道方法的 那麼 有沒有人想試一下 跟這個大綱講出一些點出來 如果沒有我就會自己做 有沒有人想試一下 尤其是我主要訓練的人物 他想不想試一下 就是 試一下用這個 然後 因為當你說出的問題的時候 然後我回應你 是最好的 你想試一下 因為 暫時來說 比較難些 忽然間 哦 我要有少許時間去組織一下 所以牧師你可以先說你那個 然後 之後我就這樣 ok 我要組織一下 ok 好 那我就會說到 是 處理 那個主題 就是處理 情緒問題 就是我們的主題 那我的經文是用 詩篇16篇第8節 第9節 另外也會用 詩篇118 第6節 詩篇118 第6節 那裡說到 有些說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 怎麼樣呢 那就說到 我們不需要 被人影響 因為很多時候 人的問題 就是被人影響 那我就現在 我試一下 好像 廣道那樣說 就給大家 有個 觀念 那我也會 因為是訓練 所以我也會少少說 我現在做的什麼 做的什麼 給大家有個 觀念 那 那個主題 首先我們都要廣道的時候 有個主題 和有個目的 那我的主題 就是說 是 處理我們 靠主處理負面的情緒 然後呢 那個目的是什麼呢 這個主題 就很清楚目的 其實就是幫助人 去處理 他的負面的情緒 好 那我就現在開始 就是這個 就是那個 隱言 隱言 就是這個 就是 人的 反面 例子 聖經講到 我們可以靠主 喜樂 不過事實上 很多基督徒 是 不是 時時都這樣想的 沒有時時說 靠主 喜樂 因為他覺得人生很多困難 人生真的很多困難 所以很多人就覺得 哇 做人難 是怎樣可以時時喜樂 尤其很多人 就是 他們被人影響 是很辛苦的 所以 基督徒 當然 基督徒 比普通人 可以更多喜樂 不過事實上 有很多基督徒 並不是活在喜樂之中的 好了 有這個情況 那麼 神有什麼 解救方法呢 我們明白 原來神的 本性 是喜樂的神 還有 他是有能力 醫好傷心的人 這就是神的本質 神是一個非常之 喜樂的神 我們怎麼知道神很喜樂呢 因為聖經說到 一個罪人悔改 天上也為他歡喜 天上 即是說 神開心 跟著天使開心 跟著所有的聖徒也開心 所以天堂是開心的 即是說 神本身是開心 才會帶動天堂 整個天堂開心的 對比很多宗教 他們的偶像是很兇死的 很兇的 很兇的 是沒有那種喜樂的感覺 但是 我們的神 是一個喜樂的神 他真是 能夠將喜樂 給別人的 還有 在馬泰25章 說到 可以盡來享受 你主人的快樂 原來我們去到天堂 就是真的享受主人的快樂 天堂是一個開心的地方 因為神本身是一個喜樂的神 我們知道 原來神的本質 是這麼開心 就會說 我們是神的兒女 我們自然都可以開心一點 因為神的本質這麼好 好了 然後 神的恩典 我現在會這樣說 但是你講到的時候不一定 神的恩典 有時候有些人會說 神喜樂而已 神什麼都可以 但是我不行呢 神的恩典就是什麼呢 神會幫助我們 神會把他的喜樂傳給我們 聖靈會提醒我們去親近祂 當我們親近祂的時候 可以得到喜樂 這篇詩篇十六篇 第八節 第九節 就是親近神的時候 可以有的喜樂 就是祂的恩典的傳遞 我們看任何經文 我們都從經文看到神的本性 以及祂的恩典 剛剛這個經文 我在什麼地方看到神的本性 以及恩典 有時候不是直接 直接 說出來的 是背後的 因為這個經文 我們看看這個經文 我將耶和常擺在我面前 這個是一個說話的意思 就是經常親近神的意思 它這個是一種 分析語言 就是一種 寓意性的言語 就是怎麼樣呢 就好像神 我擺在你前面 就是時時把祂放在我前面 就是好像一個寓意 好像神 我們可以把祂放在我面前 這樣說出這件事 其實意思就是我親近神 祂在我右邊 祂在我右邊 就是神是 看重我的 我又看重神的 跟我同在的 我便不致搖動 我就不會被震撼了 不會被搖動了 於是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肉身 又要安然居住 我現在正在釋經 因此 就是說 有神同在 其實有第一個後果 就是在第八節說了 我便不致搖動 我就不會搖動了 我不會受影響了 我不會煩惱了 我是會 怎樣呢 我的心歡喜 我的靈快樂 我的心與靈 靈是更加深處 和神的關係 我的心與靈都快樂 和神的同在 也祝福整個人 不只是祝福我們的心靈 也祝福我們的身體 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就是說整個人都舒服了 整個人都平安舒服 輕鬆開心 心靈開心 身體舒服 這要講到 親近神的時候 帶來的祝福 在這裡我們看到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神的屬性就是 祂是喜樂的來源 祝福的來源 祂有一切的喜樂 和一切的祝福 祂的恩典是什麼呢 當我們親近祂 祂就會在我們右邊 祂就和我們一起 神是一定回應人親近祂的 神不會說 你這麼少人物 我不理你了 或者你這麼多問題 我不理你了 神是不會 不理我們的 我們親近祂一定會理我們的 而神是將喜樂帶給我們的 所以我們的心 就歡喜我的靈快樂 我肉身也要安然居住 我整個人就開開心心 並且祂也祝福我們的身體 身體安然居住 身體舒服 身體舒暢 更加健康更加開心 這裡看到神的恩典 就是有神同在 不用怕 有神同在 神一定會賜平安喜樂給我們 我們是沒有怕 不需要害怕 不需要受影響 另外 詩篇118篇第六節說到 有耶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握 就這樣 這裡也有說到神的另一個屬性 就是神會幫助我們 這個經文 有時候有些人不懂得去找 就是說我找不到 我找不到 首先由祂說祂做什麼 有耶華幫助我 就是祂的屬性 祂有能力幫助人 祂有充滿能力 祂的本質 祂是充滿能力 祂有能力幫助我們 祂恩典就是祂很樂意幫助我們 祂會幫助我們 祂不受人影響 所有人都不能夠傷害我們 祂不能夠拿走神給我們的恩典 這就是神的恩典 有耶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這樣 我就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不用擔心 因為神與我同在 祂必定將喜樂 來安慈給我 幫助我不受惡人影響 所以有耶華幫助我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這樣 沒有人能夠傷害我的後果 好的 這兩個經文 其實就講到 第一就是神 本身是喜樂的神 我們親近祂 我們就不自搖動 祂就會將恩典 賜給我們 將喜樂平安 和身體安然居住 賜給我們 在詩篇118篇第六節 講到 有耶華幫助我 我不用擔心 人能把我這樣 沒有人能夠破壞神的計劃 神想祝福我 沒有人能夠攔阻 沒有人能夠停止 所以我們就可以 放心地去親近神 全心全意去親近神 好了 這就是講到神的恩典 神的屬性和恩典 然後為什麼人們會這麼不開心呢 為什麼他們會 雖然神這麼好 很大原因 很多人根本沒有親近神 也不相信神能夠凡事祝福 很多人不太相信這件事 他們沒有真心去相信神 會將喜樂帶給我們 他們也都注目在人的問題 經常覺得人很厲害 他說的話很厲害 所以就很受人影響 這就是很多人的生活模式 這就是人問題 後果呢 有什麼後果呢 後果呢 就是很多人沒有喜樂 沒有力量 他整個生命不能夠發揮 結果呢 整個生命是不能夠做到神想祂做的事 是不開心的 是煩惱的 被人卡住的 然後呢 如何呢 我怎樣可以起落呢 那首先呢 通常來說 我會具體一點 實際一點 說出如何的 那如何什麼呢 就是如何去放手 就是說 首先要先放手 就是 有些人 他不能夠害到我的 人能把我怎麼樣呢 或者困難 我雖然行過死癮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你與我同在 神會時時和我們一起 所以我們呢 就不用被環境影響 也不需要被人影響 那如果我們有被環境影響呢 我們就告訴自己 我愛神 神就為我預備 眼睛未曾看見 耳朵未曾聽見 人心未曾想到的恩典 神就會時時和我一起 當我 將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祂就會和我一起 祂會祝福我的 於是我們就 在心裡 就深信神的應許 祝實神的應許 說服自己 人不能夠破壞 人不能把我怎麼樣 人不能夠破壞我生命的 環境 我雖然行過死癮的憂谷 也不怕遭害 因為神與我同在 我也不需要怕環境 譬如說 忽然間沒有錢 忽然間沒有問題 沒有經濟的來源 或者忽然間有身體的健康問題 我們都知道 我們在神的手中 我們信靠神 愛神 親近神 神一定會祝福的 雖然有時候 我們很想的問題 馬上離開 他未必馬上離開 好了 處理我們那種懼怕 然後我們就去親近神 去親近神 就是 張耶華常擺在我面前 去讚美神 親近神 有些人就以為 猛地求 神給我一些喜樂 我 醫好我 幫我 不要那麼煩惱 他們以為 猛地求 就得到幫助 其實聖經裡面 一方面講到求 另一方面 講到我們的心態 很重要 就是愛神 因為神是愛他的人 如病眼睛未曾 看見二朵未曾 聽見人生未曾 想到的恩典 所以 不只是求 因為他的心裡沒有愛神 他的心裡有煩惱 他就會被煩惱 被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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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人就不開心了 就會被 不開心的東西 鎖住他的心 他的心 就不開心了 那我們就 觸實神的愛 我們就去親近神 我們去讚美神 神你真美好的 神在聖經講到 詩篇第二篇第三節 你是聖結的 是用以色列的讚美為你的居所 或者是寶座的 就是神 居住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自是和我們一起 而和我們一起 我們就有喜樂 有平安 我心歡喜 我靈快樂 我肉身又要安然居住 那整個人就開心快活 然後呢 也都是 在喜樂的狀態之下 就去看看我們內心有什麼影響 就是 這個 留意自己的生命 譬如我們親近神 我們雖然說 我 我想 不要被人影響 有個人 譬如A軍 有時候說話傷害我 那我是知道不需要受他的影響 我有親近神 我有喜樂 不過 我的心還是會掛著這件事 還是會被他影響 那這裡呢 我就講到一些實際的 細緻一點的方法 怎樣去處理 那我就會說 我和我的心 去處理我的心 為什麼我還去想它呢 是不是 就是我覺得 它 很重要 它能夠 掌管我的生命 所以我就受它影響呢 我就去反思我的生命 那我反思 發覺原來我的思想模式 覺得人很重要 覺得人有權兵 所以我要拆解這件事 就算這個人是我們最親的人 有時候 有些人說 我的配偶 尤其是丈夫 好 對我不好 那當然要煩惱 那我去拆解這件事 是不是我 丈夫就是我的 一切呢 是不是我力量的來源 有些人就覺得 哇 丈夫就是我生命一切 丈夫都不好 我就一定不開心煩惱的了 那她的想法就是 好像她就是依賴了她的丈夫 聖經有說話說 你不要依賴 君王 王子 或者是 任何人的 就是不要以為這些人可以幫到我們 因為只有神幫到我們 所以我們就學習了 我們不需要 依賴丈夫 雖然我們應該對她好 其實關係一中一定有些 一定有些依靠的 一定有的 譬如你期望她回來家裡 有供應 一定有的 不過是否依賴到 哇 她一不做 我馬上就發爛 我馬上就不開心 我馬上就煩惱呢 到底是不是 她一不做 我馬上就很激氣怒吵呢 那我就去嘗試去說服自己 就算我最親的人 他也是罪人 我不用放在心上 我放在心上就被他影響 我就會經常都不開心 我就會經常都煩惱 然後我就會呢 沒有力量 我就會被這個東西困住了 那我就開始去拆解這些問題了 拆解問題也是需要時間的 需要 就是說 去找出為什麼我這麼受的影響呢 是不是我有個從小的價值觀 經常都覺得 配偶是最重要的 家人是最重要的 當然他們是重要的 但是神才是最重要的 神會幫到我們處理家庭的問題 我們就學習呢 就算他罵我 我不死得的 就是說就算 丈夫 或者配偶 或者太太 她呢 甚至離開我們 或者罵我們 和我們關係不好 是不是代表我 以後沒有盼望呢 當然有些事情發生 人們一定會不開心的 但是我們不是讓她 因為這樣 我以後整個生命都沒有了 所以我就盡快去處理 當然有些事情發生 有時候不會這麼快去處理 但是我們都盡快去處理 那就說 神一定給我 神一定祝福我的 其實有很多人曾經有婚姻問題 但是他們依靠神 都在 婚姻困難中得到喜樂 得到平安 這就是我們需要拆解一些 我們不開心的原因 當我們聽到這個訊息的時候 我們都反思了 到底我們有什麼需要拆解呢 我們是不是受人影響 受環境影響呢 是不是被這個世界影響 被這個社會影響呢 如果是的時候 其實這個世界是不會完美的 社會是不會完美的 這個世界不會有完美的公義 有些人就期望社會是公義 但是這個世界是沒有全的公義 是因為人有罪 所以一定是有不公平的地方 我們就說 我走神的路就可以了 神一定祝福我 在我生命中有奇妙計劃的 我們就靠著耶穌 處理我們生命的問題 拆解 我講到拆解 我只是用了一個例子 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可以用來拆解 好 我現在暫時的訊息就講到這裡了 你們有沒有什麼問題想問呢 牧師爺是否還有挑戰 還是已經包含在裡面 挑戰就會是這樣 挑戰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我們今天可不可以找一下 我們的內心有什麼問題 影響我 我有什麼煩惱影響我 我是不是被我配偶 控制著 他一對我不好 我就整個人失望了 那我們可不可以今天去祈禱 神啊 我學習不給這些人影響 我學習祝福祂 祝福祂 祝福祂 不給祂影響 而靠著耶穌得勝 親近神也有喜樂 類似這樣的說話 就是 挑戰 我們今天嘗試這樣做 也可以在祈禱中帶領他們這樣做 因為我們今天 不是一個正式講道 所以我不會整篇道都說出來 而是我示範給你們看 有沒有問題 有關於剛剛所說的 就是能不能拿到這個方法 但是呢 我也會這樣說 不是一定要這樣順著次序下 譬如我真的說過大綱 我可能把這些要點放進去 有些要點可以合併 那譬如我可能的大綱會是什麼呢 就是 可能我會這樣的 譬如 那個引言那裡說到人的問題 或者都會說為什麼人有這些問題 然後呢 神的恩典 然後我們如何 處理生命 如何得到喜樂 在困難中得到喜樂 可以三點都可以的 可以 這個講題可以三點都可以的 嗯 嗯 嗯 暫時聽上去 沒有問題 OK 好 那個人堅持在我們的讚美之中 那個是詩篇二二篇 二二篇 第三節 第三節 在以色列的讚美 那以色列就是代表神的子民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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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